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常在一起打电动玩游戏到半夜 被范伟奇抱怨打扰到自己和老公的二人世界 范伟奇还开玩笑称魔魂才是正宫 自己是插足他们亲密关系的小三 已经有了小公主的霍建华林心如 其实早在2015年的古今圣典上已经互动亲密 霍建华为林心如要纸巾 坐在两人中间的胡哥默默翻出口袋中的纸巾 好像在说我也有啊 让另外两人笑得前不后仰 也让胡哥莫名的当了一回电灯泡 混血名模曼迪 在成为娱乐大亨写米华的情人之前 曾是陈柏林的女友 两人在香港相恋 只有房子没有车 所以一周有两三次要通好友房左铭 当车夫 三人一同出去玩 刘嘉玲和梁朝伟的婚礼 好友林青霞自然要出席 不过两人前往印度度蜜月时 林青霞也一同前往 毫不避嫌的 做起超大瓦数的电灯泡 而多年前 他还曾让成龙为他和秦祥林打过掩护 两人相量时鉴于舆论压力 很多次约会都要带着成龙掩人耳目 2014年 赵薇和黄晓明在美国拍摄电影时 卑鄙前来探班 三人在极头合影 赵薇被网友调侃是超大电灯泡 但其实 卑鄙28岁生日派对邀请赵薇参加 赵薇也笑称 卑鄙是我们大家的卑鄙 我和黄晓明有个卑鄙 就是安扎拉卑鄙 董璇和高云祥打婚时 蒋乃亮和林小璐 以首席伴郎伴娘的身份出席 但2011年 一次董璇和高云祥穿着情侣装出行 蒋乃亮就默默地走在董璇夫妇前面 看得网友都尴尬